大家好,我是小曾 今天分享以前我工作过的一个炒鸡店的炒鸡配方 出品色泽红亮,味道绝对杠杠的 好了,话不多讲,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 这是买的一只小笨鸡,叫老板都剁好了 加入清水给它清洗两遍 洗掉鸡块的血水 因为咱们做炒鸡是不操水的 尽量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把水分控干 下面我们来准备配料 一根大葱清洗干净,切成葱丁 二斤条辣椒切成小段 老姜切成姜粒,大蒜咱们给它拍破就可以了 香料咱们准备有干辣椒三克,花椒两克,香叶一克,白芷两克,桂皮一克,八角两克 这是提前调制好的炒鸡酱 红烧酱油30克,蚝油40克,花椒酱60克,炒鸡粉20克 调制好以后搅拌均匀即可 接下来把锅烧热,倒入花生油 油热以后下入姜粒 把姜粒炒干炒香 姜粒炒香以后加入香料 小火炒出香料的香味 慢慢把香料的香味给它逼出来 香料炒香了以后下入咱们剁好的鸡块 咱们慢慢给它扁炒 要把鸡块的水分给它炒干 这样鸡吃起来才会干香有劲到 炒至一分钟后 再喷入料酒给它去腥蒸香 家里的火力小 这个过程要4-5分钟 炒到鸡肉紧实 鸡皮颜色微微发黄后 这个时候就倒入我们的炒鸡酱 给它翻炒均匀 把鸡块炒至上色 酱料炒香以后加入开水 水量没过鸡块就可以了 如果是在饭店里 就用高压锅压五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在家就小火慢炖 盖上盖子炖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以后打开盖子 哇太香了 这个时候加入盐和少许的白糖 再烧个一分钟左右 让鸡块入味 一分钟后倒入葱蒜 以及二斤条辣椒 开大火把汤汁收浓稠 这样鸡肉吃起来才更加的入味 配料都炒至断生后 咱们的炒鸡就做好了 出锅 这样做出来的炒鸡是不是看起来很有食欲 颜色也红亮 鸡肉又质鲜嫩 香味四溢 鸡肉吸收了香料的复合香味 真是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 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有空试一试吧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好